下面是便秘的手法示范 第一个学位就是补脾轻胃 补脾是从大拇指的指尖推向指根 轻胃是从外耳朵推向指根 这样补脾轻胃 补脾轻胃 然后是轻肺 肺是在无名指的掌侧从指根推向指尖 这叫轻肺 轻肺 然后滋肾音 滋肾音是从小拇指的指尖推向指根 这叫滋肾音 然后轻大肠 轻大肠 大肠是在食指的饶侧从虎口推向指尖 好 先操作左手再操作右手 每个穴位可以80到100次 然后进行揉腹 顺时针揉腹 劳工对肚脐揉腹 这个动作适合在床上做 如果便秘比较严重 可以多揉一会儿 三到五分钟或者五到七分钟都可以 好 然后反过来揉大肠疏和肠墙穴下腿七节骨 大肠疏在哪里 在趴下的时候 一般小孩这儿 他有个两个窝 这叫卡后上脊 这个窝内上一寸 内上一寸 一寸也就是大约是一指的距离 就是大肠疏 进行对揉 进行对揉 好 然后长墙穴 长墙穴在哪里 在臀裂钩的钉点 这就是长墙穴 这样进行顺时针按揉 最后一步是下推七节骨 七节骨就是底骨 这个位置 往下推 双手拇指往下推 也可以 也可以用掌根往下推 从大长说 一直往下推 推至长墙 对 好 这是便秘的手法示范